1月22日 一人王祖兰及梁祖堯等人 来到上台为贺岁电影 《你迷离我爱你》做宣传 祖兰今天已素颜世人 脸上多了些许暗窗 显得十分憔悴 问及其中原因 他就解释指 今天来宣传我自己导演的第一部电影 这个港片呢 要在贺岁党要上映了 所以最近几天都在剪片做后期 所以现在非常的累 所以现在脸上都出了很多痘痘 通宵了几个晚上 然后又每天要宣传等等 对 祖兰透露 本来今天要跟老婆 一起去为爱女注册名字 但由于昨晚忙于电影后期制作 在剪片式过夜而无暇顾及 所以觉得对老婆和女儿心存愧疚 他今天早上也问我 哎 你做好了没有 然后今天是 已经改好了女儿的名字 所以他也自己去了注册这样子 听到今年的贺岁片荡期的竞争异常激烈 有周星驰的喜剧之王 李敏聪的如猪如宝等等 祖兰坦言自己的作品跟其他作品有不同之处 所以对日后的成绩充满信心 不会感到压力 虽然贺岁片有很多部 但是歌舞片只有我们一部 还有有这么多个 这么重分量的喜剧演员 无论是来自娱乐圈还是舞台界都有 所以我觉得我们是有一定的信心的 非凡娱乐时事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